别忙也要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访问人 对方的婚姻会是怎么样子 然后还说小艾塞呛说 我一定会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不太记得的内容 可是我们俩很爱打赌是真的 对啊 我们今天有准备一段VCR 要来看看两个人当初打赌 说未来两个人的婚姻 因为你不是答应我今年不会乱结婚吗 什么叫乱结婚 对啊 差点有讲出一些很猛的消息 怎么那么叛逆 没有就想说因为真的找到好男人 怕失败掉啊 所以你就是迫不及待想过夫妻生活 但是我又很怕流失掉姐妹生活 跟家庭生活 所以怎么办 就是都坚固 好那我来给你打赌 像你这种TK王的这种人生 我赌你 如果真的结了婚一年之内 你就会立刻改变成住在城堡里的生活 赌什么 赌十万 不要 怎么样我算是有输吗 赞赢啊 因为我算是新时代吧 对啊新时代 那你当初看到Michael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他其实说要嫁给 没讲实话 因为你讲给我听过 他要嫁给Mike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Mike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说我跟你从小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嫁给我不认识的人 会气啊 很气很气 我当场就气哭 然后我就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够意思 就在房间大哭 因为他第一个只敢跟我讲 他不敢跟我妈说他有了要结婚 他第一个跟你讲 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了怎么办 然后我就气得大哭 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说先叫你老公过来给我看看长什么样子 你有被背叛的感觉 背叛 然后呢 可是我跟我老公已经计划就是要生小孩 对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本来就是计划先有后 我就说少跟我讲这种屁话 我又觉得他是 因为他在内地拍戏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我跟我老公约会的那一系列的活动 都是马凯和佩茨陪我 但是你在之前看过麦克没有 看过一两次 但都是他可能来接我妹 就车上我就看他 然后马上他说他要结婚要生子了 所以你觉得有背叛的感觉 有非常气 然后但是就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就 我就气了他很久 然后气到我都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气到我是一直大哭 然后就是非常的就跺脚 然后他说你去跟妈妈说 我说再不要跟妈妈说 我就很气很气 我妹说那不然怎么办嘛 我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都已经那么大了 难道我不能结婚吗 后来我想一想 对啊其实他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死小孩 我就冷静下来想 对他其实年纪不小 你那时候我们气了一个感觉说 他真的可能真的结婚就可能真的会离开你 就两个在一起那么久 真的会离开你 有没有这种心情 有 有这种心情 舍不得震撼跟觉得他还是小孩子 突然之间我就想他其实不是小孩子了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人生本来就是应该要走到结婚生子 只是他太突然跟走得比我更前面 因为他们本来都 我姐姐跟我妹妹都是不想结婚生小孩的人 所以他们都把寄托放在我身上 说以后啊结婚生小孩就要交给你了 不要我不要指望我们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事情会 就180度的翻转成这个样子 那一秒钟 后来呢我就自己转了一个念 我想如果我不支持他结婚生小孩 那他的人生还是要这样走 可是他就会变得没有人支持他 然后我就觉得 好我就支持他 因为我必须承认他长大了 必须承认我们人生确实要走到下一步了 然后我们俩就抱头痛哭 然后就开始走到我妈内部 就是如何算计跟我妈讲说 她有了要结婚了 还是你出来讲 对 还是我出来讲 算计了一整套的剧 简直是比八点档还精彩 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妈在欧洲旅行 然后我姐说你先打给她 探探风声 不要说你怀孕了 你就说 你想订婚 我想订婚 看看她反应怎么样 我就打给我妈她在欧洲 我说喂妈 她说怎么样宝贝 我说没有我在想说那个 我有点想跟麦克订婚 可是那时候其实已经怀孕 她就说 你小偷热麻烦 我在欧洲旅行旅得好好的 回去再说 然后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我就跟我姐对看说 她抓狂 然后我就说先不要打 这两天都不要提这件事情 过两天之后 过两天之后就换我打给我妈说 妈 我看那个麦克很不错 她好像有意思要跟婷婷提亲 他们好像想订婚 我妈说 你让我过两天好日子行不行 你们两个 不是 挡不住了 而且后来 两段一关一关过 正正当面我姐都帮我安排 一连串的剧情要公布 怀孕跟我妈讲 又俗辣了 她就说我先讲 然后她说 她先帮我做一个opening 就是说妹妹也大了什么的 然后麦克再诚恳地讲一段 她真的想要好好 要提亲的话 对 娶我什么那类感性的话 然后她说等到最后 关键是我要站出来跟妈妈说 要很勇敢很诚实地说我怀孕了 然后我就说好 这个剧本我愿意配合 然后反正都走得很顺 就是她先跟我妈讲 然后什么的 我妈就本来想要抓公 后来就气就压下来 然后后来麦克就很诚恳地跟我妈说 妈 我真的想娶西地 我会当一个好老公什么什么 然后我妈就已经有点 就是你知道想哭 然后我姐就看我 因为这个时候我如果再立刻勇敢地站起来说 我怀孕了 就是完美的结束 没有 最后完美的结束 就是说妈 你要做阿嬷了 然后我们全家我姐姐 都抱在一起了 全家抱在一起了 然后我姐姐姐夫都在外面stand by了 就是他们都在假装打电脑 然后就要听到那个点的时候 就要 充足了 我就要cue她 姐姐姐姐夫其实也是俗啦 她的姐夫也很好笑 对 也是全家 对 然后呢 就是麦克就讲得很感动 然后我妈就又气又落泪 然后嘴巴又很硬 她就气到满脸通红 可是又很感动 然后我妈就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看我妹 因为这个时候应该要轮到她站起来 走到我妈身边说妈 我怀孕了 对 然后我就看她 她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呢 我看我妹就一直不想面对 我就看麦克就叫她继续在讲 可是我老公很不会说话 然后麦克就开始已经害怕 讲不出话 他没想到老婆那么俗啦 然后就麦克最后就说 西蒂 西蒂你不是有话要跟妈讲 西蒂你再来Cue她 然后我妹就这样 蛤 没有啊 真的假的 非常不辣 结果后来是我妈自己看我那个样 她就这样转过来看我 她说你有啦 真的还假的 是她讲的 我妈看我表情 她就说你有啦 妈妈 然后就立刻就开始这样 脸就凹了 然后就是自己就开始哭起来 然后我就还不讲话 我就自己在那边哭 然后后来我二姐 然后我就立刻说 妈 你要当阿嬷来鼓掌 然后我就Cue我姐 跟我姐夫赶快过来 然后有太后就从 人家就叫姐姐姐夫 还跑两个小狗都起来 对 我大姐跟我姐夫两个人走出来 然后我大姐还捧一个蛋糕 然后我后来我冷静下来 我问我大姐说 你买蛋糕到底是为什么 又没有人生日你买干嘛 她说没有 我只是想说欢乐的气氛 好像需要一个蛋糕 你家 那家都想出点力啊 而且其实那时候 范范跟Makeo都躲在我房间 对 就大家一起冲出来 因为他们就在门口那边听到 好像有鼓掌声跟感动声 他们就赶快一起摔 没有他们 他们不敢出来 他们还从门梦里面看 因为她知道我妈发飙了嘛 然后我姐就把蛋糕拿出来 然后她也非常的害怕 然后这样一变 然后我妹就哭 然后我就这样 麦克来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围拢他们 然后就一直Cue Makeo跟范范 反正他们俩就非常害怕的走出来 就Makeo开始讲日文 对 很荒谬 真的很荒谬 那个就要讲回来 就是那个时候她怀孕 然后他们整个戏嘛 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排练过 是要跟我讲了嘛 要跟我讲了嘛 所以麦克 你 去妈妈说要找我吃饭 我就知道 我心里面就 听到熟悉的心跳 咚咚 大小S又出事了 这小S来了 吃饭呢 吃饭 开始讲的是谁呢 徐妈妈 我跟你讲要恭喜我们徐弟 徐弟要结婚了 然后就讲了 你就开始跟我讲了 你就怀孕了 然后我就开始 耳朵也开始听不到什么声音 然后麦克就跳出来了 也就是说那种 美式的 美式的故意讲 我会你倒过 我会你倒过 我也听不太懂 他讲什么 整个就是这个状况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麦克 对 可是因为跟你讲 我比较没那么害怕 因为我妈跟我老公 会帮我撑场 因为我妈都出面了代表 然后他就说好 没关系 后来结了婚搬过去跟他住 就偶尔还是会回娘家 结果后来 跟他住久了之后再回娘家 我就会说 你们家好脏哦 狗怎么那么丑啊 就是 渐渐的就变得 我反而也没有那么爱回去 去豪宅住惯了 住不了我们这小朋友 哎呀 也不这样讲啊 真的 骂得好 骂得好 不是因为他们那养的 你知道两只兔子就毛就乱飞啊 我那时候怀孕就有点 嫌你喽 嫌姐姐 嫌我 对 那我们说到你了 你现在结婚了 有到那个城堡里面去吗 有自己感觉到 回到城堡里面做女主人 出不来了吗 倒是还好 还好我还有继续工作 因为本来我演戏之后 把戏全部都暂停下来 本来就是 真的有一阵子打算就不工作 我想看能不能怀孕 但还好有机会 回来帮他代班主持 就还可以进进出出那个城堡 不过说起来这是两岸的婚姻呢 当初两岸婚姻的时候 很多人也在看 当然你说祝福的人也很多 也有人看热闹 对 看看 我看看 很多人也讲说 看看大S小飞 两个婚姻了多久 所有算命的 普化的 一斤的 米雕的 全部都来了 能出现都出现了 都说你们的婚姻 以后不管是两岸的感情 还是两岸年纪的差距等等 都会出现问题 在这个方面来讲 对女侠 你来讲 你的看法呢 我既然构种做一件事情 我就一定会构种把它做好 把它做好 对 那就两岸的婚姻上面 你觉得在北京啊 这样过日子生活 会不会有点不习惯 很多 因为姐妹套都不一样 对完全 因为我从姐妹套的生活 现在完全变哥们的生活 小飞都是哥们 他全部都哥们 存爷们 对爷们都是这样 然后每天 因为我在北京 我不知道他们晚餐 我们就是在家随便弄一弄 吃一吃 他们晚上是一定要呼朋引伴 大家一起热闹吃饭 单身汉的日子 对 然后他们 因为好像北京吃饭 好像也不太在家开火 就反正大家能约一个地方吃 就带大家吃 我婆婆家的门呢 我觉得直接可以拆掉 因为她门从来没关起来过 那个炉子呢 对 炉子每天都是在冒烟 亲朋好友邻居 随时大家就聚在那边吃饭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非常热闹 但是对我来讲 也稍微有点陌生的 一个大的世界 跟一群新的人 尤其你们家女孩子多 她这都是 全部都是爷们 可是我觉得她好适应北京 谁 我姐 因为像我的想法 就是觉得 那是我姐的老公了 所以我也想要跟她 变得很熟 就是我们可以到这 两对夫妻一起出去玩 所以我就会试着 想要跟小飞 变得很好 可是每次我就说 小飞啊 那你们那个餐厅 菜在台湾 有没有什么创新 她就说 我们那就是餐厅 然后我就听完 就我说 什么 然后小飞也会想要跟我聊 她就说 犀利 你那台湾 哪个字 然后我就说 什么 然后跟她 跟她讲话 我也是就是 你知道一直假笑 可是好几句 我真的听不太懂 听不太懂 就是你知道 很捲舍 虽然都是北京话 我们的国语 也是当初 在广东话 跟北平话 那叫北平话 两者之中 选了所谓的北平话 对 可是她完全跟他们 还是不一样 对 可是我姐完全 就是跟他们 沟通得很顺 可是也不能这样 因为我姐 有一次 跟我公公吃饭 他们两次 因为那时候 我姐就出了一本美容书 然后反正后来我公公就问她 那个说 阿西眼 你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在拍戏 那个出书会不会很麻烦 然后我姐说 出书不会很麻烦 我那就是访问 然后就是出完一本 就可以开始宣传 她说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拍戏出书 会不会很麻烦 然后我姐说 出书就已经出完了 就是 没有麻烦 就是 就开始宣传就好了 然后我公公就一直很无助 她说 我是说出书会不会很麻烦 然后最后 我们俩就一直对看 我就说 爸爸 因为我老公一开始 我们刚结婚 他也会跟我在那边啰嗦 贝比 为什么我娶了你之后 我的私生活要变成 全部都曝光在大众面前 然后我就说没办法 因为我就是当红的明星 结果现在那个报纸有他 他就会说 你看这张我脸好瘦 然后每次那个记者说 拍一下拍一下那个夫妻 然后就会说 贝比 没关系 对 没关系 你在这边 你看不出 但我老公跟他的哥们讲话 真的很多段我会听不懂 因为他们为了配合 我就是会稍微讲慢一点 可是他们彼此交谈的话 我真的听不懂 而且那个音会发得很 你为什么这样呢 就像我婚后那个 结婚典礼完的那个 风波我每天听到 我老公讲的话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哪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长大会说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是长大会这样讲 小飞最喜欢说 我真的是我崩溃了我 崩溃 然后他每次都叫宝贝 然后我就说宝贝儿 然后我就以后都加宝贝儿 因为他什么字后面都加儿 然后他说你做人 不要太叫真儿 我说什么 听不懂 哪一个叫哪一个真 哪一个儿 他说叫真儿 我说叫真儿吗 然后他就说你就叫真儿 叫真儿就太认真 事情太认真 太认真面对叫真儿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都 我们以前看那个剧本 他都有写歌儿们 然后就是歌儿们 我老公说你这不对 应该是哥们儿 你这个念法 对北京人来讲还是不准确 对 他儿要加在最后一字 哥们儿 哥们儿 只有一个你想 哥们儿 大的门 前门 前门大街 不能讲成前门大街 对 因为北京人讲小门叫门 对 大门叫门 对 有点这样的差别 他就是这样跟我说 然后我想说 哇操 但他有很多字呢 是比如说 有个叫大柵栏的地方 大石烂 那个我怎么讲都讲不到 你不能看那个字的发音 因为北京很多发音是满语 对 满语 所以大石烂 对 角落 嘎栏 这都是蛮远的 所以那个大柵栏 那个地方 我永远都不能去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那个人说我要去那个地方 你说大柵栏 他们叫大石烂 不是 那个对 不是那么简单 前门大街 写的是大柵栏 但是所有北京人叫大石烂 你讲了 大石烂 烂不要那么用力 大石烂 大石烂 他会听不懂 他真的听不懂 大石烂 大石烂 这不简单的 对 就是在讲话沟通这方面 我目前障碍事都已经过了 还有一个 我觉得 虽然 虽然那个毛主席讲说 女人撑起半片天 可是我觉得整个大陆来讲 还是很爷们的 尤其北方人 就是很男人的世界 对 那你在台湾 你女侠 对 然后你所有周边的人 包括黑人在内 都以你为主 对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很麻烦 郝佳在我婆婆 她也是个女侠 所以我老公已经习惯 加厉 有女侠人物在 所以她看我这个样子 她就也比较能够接受 就是有时候我姐会 比如说太个性太强硬 然后她老公就说 瞧你的德性 就是说她那个小德性 就觉得她 就我讲话有时候就是 跟她搭枪就是非常的冷 又直接一语命中 我老公不会 不像她想象中会受挫啊 或者是跟我吵架 她就会很高兴地说 瞧你的德性 而且瞧你的德性 听起来好像在那个 对啊 对啊 然后她就常说德性 德性还好 很可爱啊 北京人就骂说 瞧你的咒相 这个我没被讲过 瞧你的咒相就是骂人了 德性跟咒相就不一样 对 德性我觉得还是有一种 觉得她很可爱的样子 这就觉得你讨厌呢 对对对 她会说你是个小德性 她会这样 不 北京人讲话 它有语气的 对 它就一个一个 两个先生 跟 哎 两个先生 两个先生 都不一样 而且 北京人胡同里的风 讲话很 真的 而且他们讲电话呢 都不挂电话 就是你要说妈拜拜 然后妈就会说 哎哎哎 好好好嘞 好嘞 哎哎 啊啊 好 哎 然后我就想 不要不要挂 然后我都已经挂下去了 我都还见到我婆婆在 哎哎哎 然后我 我老公呢 他现在 因为他也是在 我跟我老公讲话也是这样 反正我跟他讲完 我说宝贝我讲完了 哎哎哎哎 好嘞好嘞好嘞 然后就挂着 反正他要哎哎呀 不再说再见 你要习惯于很多 比如说我说谢谢 没事 不是谢谢你 没事 不我谢谢你 没事 不是没事吧 是我谢谢你 没事 对没事 一开始我相信现在习惯了 因为我之前去那边工作 然后我们就拍照 然后我就说怎么样怎么样 漂不漂亮 问那个北京的工作人员 他们就说还好 还行 还行 还行就很好 我说是不好吗 他说还行就是已经是夸奖了 因为如果在台湾工作 他们就会说超美的 对 多正 然后我之前打车 就坐计程车的时候呢 跟他说我要去哪里哪里 他说去不了 然后我说 是因为塞车吗 他说去不了去不了 然后我说是什么原因 你不认得路吗 他说去不了 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你要告诉我原因啊 他说就是去不了 没有原因 他就是去不了 就是说我 我不干的意思 就是我不去 但他不会跟你说原因 他塞车或怎么样 对 然后 就不在你的意思 对 因为我就想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在 但我就想说去不了 一定有原因 我就想帮他解决问题 但他的意思就是不在 我们去那边工作 也是做 对 我有那个师傅 他们那边叫师傅 开车来接我们 我就会说师傅 从那个现在机场 然后到饭店要躲去 他就 然后我就说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就 那一天说 不堵车多少多少分钟 我堵车 我堵车 小飞到台湾来 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就他刚来的那几次 媒体会直接用相机 对着我们这样 像好莱坞的那种 巨星一样拍照 那个时候他是觉得 非常的尴尬 因为他就会觉得 怎么排场会大成这个样子 但现在大家已经 慢慢习惯我们两个 会出去吃饭干嘛 就没有人会这样 这样对着我们拍 他就开始享受台湾了 他就出门 他就习惯走路 因为在北京 其实走路 你到不了一个要去的地方 因为他很大又远 但台湾你常常 站个步 你就可以去这个百货公司 去那边谈个事情 走路都可以到 他就变得很喜欢台湾 他常常就回到家 就手要这样插在头上 说台湾真好 他那时候为什么 他就非常的戏剧性 他在演戏 所以要注意 他说台湾还行 不行 要说超好 因为我老公一开始 我们刚结婚 他也会跟我在那边啰嗦 报纸又偷拍 然后登什么东西 他就会说 宝贝为什么我娶了你之后 我的私生活 要变得全部都曝光在大众面前 然后我就说没办法 因为我就是当红的明星 结果现在那个报纸有他 他就会说 你看这张我脸好瘦 所以有些人就很享受 然后每次那个记者说 拍一下拍一下那个夫妻 然后有时候还想要装一下明星 就会匆匆地就是说 不好意思 今天就是私人派对 然后他就会说 贝贝没关系 对 没关系 你在这边 你看这个GQ封面 我老公就会 就是要我老公 就会问我妹夫该怎么办 会啊 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席 范范跟黑人的婚礼 就是我们四个 两对夫妻四个人 要正式地面对媒体 然后我老公就非常的紧张 他的人中就一直抽搐 想说他又不是明星 到底该怎么面对 那么多的摄影机 然后那个迈克就跟说 没关系你就放轻松 然后你就听我的就可以了 然后迈克就说 好 我们先来先拍几张照 然后他们两个 还会变换姿势 就是他会这样搭一下迈克 然后迈克就会跟他说 好 宝贝换一个 然后他就会从后面这样抱他 然后那个迈克就说 好 宝贝牵手 然后他们就会改牵手 然后我老公就这样 一直看我妹夫 然后就说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我该怎么办 不久将来就看了 小飞跟那个迈克 两个人在GQ杂志两个人 两个人就那种摆那种 不是那么两个人 新婚之后一段时间会吵架的 会很多东西不一样会吵架的 会吵架 对 你们两个 你跟小飞两个互相 就不能忍受对方什么 因为你毕竟认识太短才结婚 我觉得他非常喜欢 他很着急 他做的事情 极个性 很极的个性 那你也极个性 可是呢 我是按部就班 就像我走路很快 可是上半身看起来没在动 下半身走得非常快 你比如这样到机场 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下车之后 一直往前走的 就是大S 她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刚刚追不上她 追不上 上错了飞机 照飞 没关系 你不回头 你急什么丫头 我就是看不下来 她看起来很优雅 因为每次我跟她在机场 然后我就这样走着走 然后等到我再抬头 要找我姐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在很远 地方很小了 很奇怪 可是她都没有 就是那种好像来很急 到机场那个速度是快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这样好好地问问你 因为我进出机场 对我来讲 是真的是很麻烦 又要弄行李 这些check in 所以我就希望 这段时间可以缩短 所以我就快一点 像我收行李 不管做事情 都是非常地快速 然后但是都看起来 没有什么在动 可是什么东西 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什么东西 我早就先想好 都已经做好 可是我老公呢 是哎呀 快快快 快快快 然后走了之后 我的钱包呢 我的钱包呢 然后钱包也不见了 我们大概出去逛一次街 她钱包要掉三次 你很气她的一点 对 然后她 我们结婚到现在 她的护照已经掉了两次 就她什么东西 都一直能掉 可是她就想说 你明明也很快 为什么你做事情 你都不会掉东西 你也不会忘东西 也不会那个 搞得乱七八糟 她说我看你也没在动啊 我说对啊 就是这样子 我比你还着急 可是我可以做得很俐落 这一点就让我觉得 很困扰 因为她常常丢三拉四 我老公也是这一行的 就是很爱催 就会说宝贝快点哦 都来不及哦 大家在等你一个 然后等到我真正 走到电梯门口 在等她的时候 她就会说 我的钥匙呢 我的钥匙呢 然后我就会这样翻白眼 可是有几次 我如果没有帮她找 然后她就会在那边找 然后说 好啊好啊 你都不帮我是不是 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召集 然后所以后来 我为了要让她觉得 我有参与到 她只要说我的钥匙呢 我就会说快快快 有没有在那个 裤子口袋里面 然后我就开始发呆 然后她就找到说 快快 有没有在那运动服里面 就是嘴巴上这样讲 我就发现 你只要是言语上面 有让我老公觉得 你有在回应她 她就会安心 因为像以前 我们在车上 太尖诈了 你这个人 就是你不用真的 这样去帮她翻走 你就是好像语气说 哎 有没有在那边 然后其实你也不用 真的去找 然后有 靠演技 靠演技过夫妻生活 因为像在车上 她有时候开车 她的时候刚来台湾 她就会说 哎宝贝 那一栋是什么 然后我就一看 我就说 房子啊 然后 她就会继续开车 然后她就会说 房子 这还要问你吗 我问你 这是什么建筑 就是不管 就是你用主持的那种机灵 来对待你的人生 就是让她觉得 好像我有在参与她的人生 可是其实就一直打马虎眼 你知道 一直应付她 大依是有很多 很多奇怪的一些行为举止 那她对你呢 她最不能忍受你什么 她就觉得我叫真 太认真 太认真 因为她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老是跟我叫真 然后我就说 抬杠 叫真 我说我听不懂 你这句话的意思 她说叫真 然后她就告诉我 比较的叫 认真的真 然后我就说 叫真这句话 在文法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认真是应该的 而不是一个责备语 所以你应该感谢我认真 而不是责备我太过认真 然后她听完之后就傻了 你这句叫叫真 对 我说我认真对你是应该的 什么叫真 你说什么 什么事情要弄得水落石出 对 我讲话又实事求是 做事情也是实事求是 可是你比如说你吃素啊 过分喜欢 也不能说过分 就是你天生母性很强 她看到任何小动物 对 流浪狗什么东西 千军万马抵不住 我们大爱死 一定要把她弄回家 调养好 对 那这个丈夫会看 你对我较真一点好不好 对我好一点好不好 她会这样 因为我老公他这一方面是 他有被我吓到过一次 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刚结婚 因为那时候打从我一开始怀孕 我就跟那个制作人讲 她就说好 那我帮你换一个舒服的椅子 结果后来到现在都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我每一次进棚都还是一样的椅子 后来我姐那天录影 她才长一次哦 她说她发现我的椅子坐起来有点斜 她那个脊椎侧弯不舒服 结果她下一次去录影 已经就有一台崭新的椅子 有 有看到 椅子里 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刚结婚 我在上海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拍戏 然后那时候天还没有亮 我就看到一个很小的影子 从车前面经过 我就说听车 然后就跳下车去 就追逐了一个小影子 就是一只小残破的狗 三只腿都已经弯曲了 然后就只剩下一把骨头 两个眼睛都被白色岩石粘满 一看就是马上要死掉了 我就立刻用我的围巾把它包起来 然后就抱着 就带回我的那个化妆师 就开始帮她清眼睛啊 什么帮她治疗啊 喂她吃东西 她都不吃东西 我就立刻打电话问台湾的兽医 她说狗不吃东西 代表她真的已经快死了 然后我就马上找了医院救了她 结果就我在那边拍戏待了一个多月 就让她治疗了一个多月 那个医生说她得了狗瘟末期 是真的会死掉了 我就说不放弃治疗 就是一直治一直治 拍完戏那个狗都还活着 我给她取名叫小黑 她都还活着 我就把她带回了北京 就养着她 养在我家里 一开始我老公就说 哇 我老婆真有爱心 到后来呢 她会在地毯上撒尿啊什么的 我老公就开始崩溃 又撒尿 又撒尿 然后我晚上就不睡觉 就在那边刷那个地毯 我就是我要养她 我就一定要养 不可能再把她丢回寒风中 我就撒尿 就清那些狗尿啊什么刷 把地毯弄得比原来的还干净 她应该还没有踩到大便过吧 没有 因为我都会自己弄啊 就把她照料得很好 没有在头发上沾过 然后我老公那个时候 就看到我的毅力 是真的是不可能会动摇的 她就觉得我这个人 为什么说要干嘛就是非要干嘛 她就开始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很不想养那个小黑 后来她找到一个办法 就是我婆婆呢 她的个性跟我一样 也是看到狗就会把她捡回来养的 她就把她送去给我婆婆 结果现在就是我婆婆手养她 你结婚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改变 跟以前来讲 我现在算是比较能够妥协了 比较能够妥协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我跟陌生人吃饭算吧 对 然后参加那个饭局啊 或者是 因为我以前是都回家吃饭 然后也都不出门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宅女 就在家待着 现在就是每天晚上 要跟朋友们去吃饭 然后面对新的朋友 然后要那个 可是大陆做生意 有时候经常很多官方的人 这是必须要认识的 对 前面要讲些话 尊敬的朋友们 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还有漂亮的大S在现场 对 真是蓬毕生辉 一切美好 这种很难 这种 你会面对很多种状况 你会不会觉得坐立不安呢 或什么 这种状况我一开始 我就会你知道 就很忍住那个白眼要翻的时候 我就会让自己眼睛要回来 然后那个 要深呼吸的时候 我就会 把它放得比较轻易 就不会用 这样喷的喷出来 小辉知道 知道你 比较不能够受这样子 对 他知道 但现在呢 我已经是训练到 海里说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大S来到现场 然后我都还会讲 就已经都可以这样了 就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你有在翻白眼了 对 就我的白眼已经都可以hold住了 这就是婚姻上的一个妥协 对 可是韦中哥 跟你讲的这个真的很困难 因为后来我老公 他们常常会有认识一些什么朋友 然后他们很喜欢把人家背景讲出来 就会说 这个是比如说Kevin Kevin他们公司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巴拉巴巴 讲了他的一大堆背景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一定 介绍新朋友给 别人一定要这样子 然后上一次 我们参加那个Selina的婚礼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然后就遇到那个李明依Amy姐 然后我就要帮我老公介绍Amy姐 然后我就说 Baby这个是Amy姐 然后我想说光这样不行 要让她知道她是谁 我就会说 她是我们那个演艺圈的好前辈 然后Amy姐还说 你这个什么介绍词 不要讲的比较好 不是 台湾还比较简单 台湾的态度还比较简单 董事长什么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在大陆的话 要很 有时候必须的一些头鞋 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就对他们来讲 是他们的潜规则 所以这个东西 而且要记得很清楚 我必须要准备小本子 这一点我老公倒是蛮不帮忙我的 因为他就是 再去吃饭嘛 他就是 大家一吆喝就来吃饭 因为我们要吃饭的话 就是说 因为礼拜三几点钟 哪一家餐厅 然后我约了姐妹 谁谁谁 谁会带男友 谁会带老公 大家都会讲好 我老公就说 你们台湾人那么多 他说我们北京人都没有 一吆喝大家有空就来吃饭 然后我就会很紧张 想说如果今天是某个 已经见过面的朋友 我却还不记得他的名字 这样很不礼貌 或者是如果我婆婆 突然带了一个长辈来 我必须要称呼他 所以我就会说 老公今天有谁 然后那个谁 是不是就是长得 看起来人很好的那个 那那个八字眉的是不是就谁谁谁 我老公就说 你们分那么多干嘛 就吃个饭 我们不像你们台湾人 那么讲规矩 然后我说 不是我真的是为了礼貌 然后我老公这一点 他就是到现在都很不帮忙我 所以我就只好靠自己的小本子 记下说八字眉是李先生 小平红是谁谁谁 大小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礼貌 非常周到 那这是每个都要认识的 所以你都把它都做记录 都要记录下来 因为我们习惯是见到每一个人 就要说比如说伟中哥好 比如说李先生好 就要这样子 对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说你们 比如说你跟小飞吵架的话 谁会先低头 或是方式会是怎么样 吵架最后就是 因为他通常吵架是吵不过我 这个他是非常知道的 虽然他很会用那个 啦啦啦啦的音 他的口才是比较溜 可是因为我讲话慢 但是一针见血 他通常会被我一针讲到 就是安静 过一会呢 他自己就会转换一个心态说 你真德性就算了 所以是他比较会先让步 对 by the way 你钱倒是蛮好赚的嘛 你注意到我了 那你们老师 你是怎么样呢 我不跟我老公吵架的 就是我老公 如果稍微有一点要动气 我就会赶快就是 你知道 看窗外 或者是先让他 又是这一招吗 就是这样子 看旁边 你随时都带着一扇窗耶 你 因为你人生到处都有一个窗外 可以看 对啊 你的窗可不可以借我 借我一扇窗 不是因为吵了就 因为我口才很不顺啊 我吵架顶多就是说 你很贱耶 然后就会一直吃字 你口才怎么会不顺呢 应该是有一连串的那个 可以骂的 我只要一骂 因为以前我们两个 常常会吵架 然后比如说 他就会说 徐一帝你很俗辣耶 你明明说不想要穿这件 太露的衣服 你干嘛不跟老板讲 为什么都是我讲 然后我就会说 可是 可是 你很贱 那 然后他就说 你干嘛 你想说什么 你想讲你就讲啊 你干嘛现在不跟我讲 我就会说 不是啊 我就是想讲 但我就讲不出来啊 然后最后就会 一直节节败退 就是越想吵 就是感觉气势越弱 我后来就发现 吵架不是我的擅长 我就用别的方法去 那个 你知道 那没有会 你会想生气的时候吗 就是你可能看不惯 麦克哥怎么样 我老公啊 对他常跑夜店等等 你真的会生气吗 其实他上夜店 我每次生气 都是假装生气 让他觉得我有在乎他 可是我根本就是不在乎 我唯一一点就跟他说 Baby你不要喝太多 伤肝 其他我真的都不在乎 你觉得他有分寸 因为他就是已经都大人了 然后他就是爱跟朋友相聚 所以我也不想要当一个 啰梨巴塑的老婆 就在那边一直吵 虚言你看很多事情很奇怪 结果是小意思先结婚 先成孩子 对 而且呢 虚言一直说 要跟虚言学如何带孩子 做一个先妻良母 你真的看他这样子 就像当初27岁 他跟你讲说 他要结婚 你觉得他是小孩子 对 我也觉得他是小孩子 不可思议 就他先做别人的太太 还先做别人家的媳妇 先做妈妈 你觉得他做得非常成熟 我觉得他如果要说打分数 这种比较庸俗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他是100分 你很少夸奖他吧 从小到大 我很少夸奖他 但是我永远是最支持他的人 你觉得他为什么做这个角色 扮演得这么好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 因为我想说他当 出乎的意料 对不对 太出乎我意料 因为我可能觉得他 有可能当一个还不错的老婆 因为他可能跟老公讲话的时候 蛮机智的 而且他不太在乎老公 交多少朋友啊 几点回家 这些他不太在乎 可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会是一个好媳妇 他对他的公婆是 真心的孝顺 而且是非常主动的孝顺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一开始我都觉得 徐一鼎是不是真会演 在那边演好媳妇的戏嘛 可是他是真的是 他就是真的觉得 我既然嫁到你们家 你就是我的家人 我就是真心的孝顺你们 这一点我很惊讶 更惊讶的是 因为他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年 是我在带 因为他就说 万一生出来我不想要怎么办 他说万一我后悔当妈妈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送我啊 因为反正生出来 他搞不清楚是谁生的 长得跟我应该也是会有蛮像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家人 那就送我 所以那一年我就先帮他试带 然后让他跟他老公 先新婚一阵子 一年之后呢 他的孩子开口看着我就说 妈妈妈妈 就是要叫我妈妈 要我抱他 他叫你妈妈 然后我妹呢 就突然惊觉 为什么他的孩子会叫我妈 他才那一天开始 非常非常努力地做妈妈 现在做到真的是一百分 可是我那天还是被我女儿气哭了 对 太好了 好 这就最后 今天就开心一句 太好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两个长得这么漂亮 你还一开始就想做女丑 我觉得我姐好像没有想做女丑 我其实是有 是以前的余白 都是小孩子姐来办丑 没有 他以前也很 那你真的太年轻了 因为很多网友呢 真的年纪都很轻 他们以为我就是凭空冒出来 就长这个样子 那些年徐家姐妹一起搞乖的 在忙也要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访问人 因为那天我女儿要去上课 然后后来老大就穿了一件 粉红色蓬蓬裙 然后我就说好了好了 去上课了 然后老二就说 那件蓬蓬裙是我的 然后就说脱下来 然后我两个就在那边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我就说 再让我看到为了蓬蓬裙吵架 你们回来全部的蓬蓬裙都会消失 我会送给别的小朋友 然后大女儿听到这句话就发疯了 然后她就这样过来这样拍我腿 说不准帮着蓬蓬裙送走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打妈妈 然后可是那时候已经就是上课要迟到了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戏我也没办法吵 我就说 你先去上课 我不想跟你说话 然后她就去上课 然后其实就是闹得很 就是已经是两个气氛很强 然后后来她走了之后 我就回我房间 然后就坐在马桶上面 一直大哭 我就想说 我跟她感情这么好 她竟然打我腿 然后想说 我这个妈妈怎么会做成这样 哭到真的是崩溃 一直在抽搐 人生还有很多次回家 结果我就想说 你这才 太好 我还想说 我非得要哭到 我老公回来 因为她去楼上健身房 然后最后哭到 真的就已经没戏唱 我就实在哭不下去 我就把眼泪擦干 她都还没回来 后来我小女儿就跑来找我 她就说 妈妈 然后我就说 我不想跟你说话 然后她就说 妈妈 她就很害怕 我就说 你们两个我也碰碰心吵架 我觉得讲起来好无理 然后 你到底结果想撑下去 撑下去 不是怎么会是碰碰裙 不是最后结果 她到底跟你讲了什么 没有 后来结局 就是 就我一直在等我老公回来 后来我老公就那个 好不容易从健身房回来 然后那时候我 泪都已经哭干了 然后我就想说 不甘心一定要让她知道 我大哭哭的事 然后她就说 Baby 然后我就立刻这样 又大哭 然后她就说 怎么了 我说被你女儿气的 然后她就说 为了什么事 我说 碰碰裙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好了好了 不要哭 她说 可是我觉得你自己要坚强一点 坚强一点 我这个 虽然是小事情 但是你控制不了 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怀孕 然后荷尔蒙失调 然后后来隔天 我跟我妈吃饭 我说妈 我女儿竟然打我 为了碰碰裙什么的 然后我女儿说 哎呀太棒了 活该 你说妈妈 对啊 我妈也是说活该 对对 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就是因为 所有父母跟孩子 可能都是一些小事情 但是你发觉她 就跟流沙一样 慢慢从你 手风中慢慢流掉 你控制不了她 对 你就很气 很气 总有一天 她发觉 女大不中流 真的留不住 对 因为我妈现在最大的期待 就是看我的孩子 怎么整我 对 这也是我的期待 很多人的期待 不过说起来 真的有姐妹真好 姐妹情深 她嫁走去北京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会失去她 有哎 会这样子 你有没有跟她讲过 就是会 可是因为我又不想 跟她讲到 是好像舍不得她 到让她都觉得 去那边不放心 所以我顶多跟她讲说 哎呀你找到好男人 你开心最重要 只是说 到时候要找机会 还是要常回来 姐妹聚会 所以她这次能够回来 帮我代班康熙 其实我非常高兴 因为她就是有一个 正大光明的理由 可以回来 我们可以相聚 在北京想家 很不舒服 对 会想到什么程度 就是内心会 有时候会想到 真的睡不着觉 就是很不习惯 很不习惯地睡 因为北京的气候 跟台湾的气候 差别太大了 因为我到台湾 我们现在出门 还可以穿短袖 可是现在在北京 是已经下雪了 然后我们家阳台 都已经是雪 很冷很冷 然后很塞车很塞车 那个天空的雾很大很大 然后我如果有时候 突然看着那个大屋 跟寒风中下雪的路 我就突然觉得 我好想回家 那个时候就是 会很辛苦 想家 对 可是我会忍下来 我就不会立刻打给她 因为我怕我一打给她 就会太想家就崩溃 所以我就会忍下来 可是现在大屋姐 回来代班康熙 然后收出去这么好 小屋姐会不会 心里其实默默有点担心 其实讲真的不会 可是有一点是 真的还蛮不爽的事 因为那时候 打从我一开始怀孕 我就有跟那个制作人讲 他就说 好好好 那他大概也蛮怕 我说要请假的 他就说 好那我帮你换一个 舒服的椅子 然后我就说 好 结果后来到现在 都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我每一次进棚 都还是一样的椅子 然后上个 上一个礼拜呢 上一个礼拜 那个康永哥就也看不下去 说B2啊 你那个椅子找得怎么样 他说 有 我们现在来找好一点的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算了 我不想给他们压力 因为我一直自己猛生孩子 然后又要反制住人 我就说 B2 没关系 这个椅子我就坐着吧 就不用换了 结果后来我姐那天录影 她说她 她才长一次哦 她说她发现我的椅子 坐起来有点斜 她那个脊椎侧弯不舒服 结果她下一次去录影 已经就有一台崭新的椅子 有有 我看到 因为康熙已经 没有人可以再带班了 对啊 他讲一遍而已 你说我怀胎 从第一个月到第五个月 还有五个月时间 可以找椅子 你说 椅子累 椅子累 算了算 不用换了 我还有一点 你们两个现在 我不管是亲人看 还有或者说是 关心你们的朋友看 你们两个都算嫁得不错 当然自己也有努力 有没有想过说 这样的福气跟感觉 希望有一天用什么方式 回馈给观众 回馈给大家 有没有一种想法过 有啊 我一直 比如说不管我做任何工作 虽然有一些选择是比较荒谬 我觉得大家觉得 你为什么会去拍这种戏 你为什么会去干这些事 其实我都是觉得 我希望把可能很多观众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去帮他们尝试 大家骂我的时候 我也非常欣然地接受 因为我觉得 可以成为他们的 茶余饭后 打发时间的话题 但如果遇到观众 他们就会说 我也想结婚 然后我就会说 好运散发给你 就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好运 要发给观众 是我是非常大方愿意的 然后我们两个一天段 就跟我妈讲说 因为我们两个 非常喜欢捐钱 我每次就会跟我大姐说 你在报纸上 非常乐意捐钱 对 就是你如果看到 任何你觉得 需要帮助的人 你就跟我讲 然后我们就捐钱给他们 然后我们自己 在慈祭成立那个基金会 就是帮助一些小朋友什么的 然后以前我妈都会念说 宝贝 你不要一直在那猛捐猛捐 你钱要捐给我 我以后也会老什么的 然后我对刚才说 妈 我们今天有这种生活 你真的 你一定要回馈什么的 结果我妈现在那个 加入狮子会 做到会长了 然后她就开始体会到 你妈没事 你们那种建筑物 有人打相对我们说 叫你妈那吼声小一点 他们狮子会真的要吼 接面一开始 我们什么什么 进去狮子会 我真的假的 我以前一直是耍宝 结果真的要吼 可是你不要看这种团体 你们觉得有时候很无聊 我觉得蛮好 他们做了多盛事 有一个聚集力 要不然不知道干什么事 那聚在一起就是力量 然后他们也会做公益什么的 因为以前我就会说 妈我要捐钱给哪里哪里 他就会说 你少捐一点 可是他现在都会说 宝贝啊 那你要捐 可不可以我们狮子会的名义 我们那个真爱狮子会 然后我就会说 好 就顺便做善事之余 也让我妈就是好 开心一下 对 开心一下 对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 不过 大家小S一开始就是 希望做女丑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两个长得这么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一开始就想做女丑 我觉得我姐好像 没有想做女丑 我其实是有 对 他以前讲过 他承认过 对啊 我其实是邪心 对 可是以前在余白 都是小S姐在扮丑 没有 他以前也很 那你真的太年轻了 你要看早期的 真的因为很多网友呢 真的年纪都很轻 他们以为我就是凭空冒出来 就长这个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 那位CR 看看当初 大S很爱耍宝的 当然真是讲过自己 说我就是女丑 就是邪心 也因为这样才结缘 因为你看 你看我所认识 我们那个公司里面 巨男美女 对不起啊 不多 没有 不多 没有对不起 是 我们来看这段围起来 来回顾一下 我们大S当女丑的感觉 来 记不记得 我记得 我自己画的 这个好笑 你画加密 你画的是 你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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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丑 歡迎收看美國8月9年8月30號 星期三年娛樂百分百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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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當年很快樂 做幾首很好的感覺 對 祝福兩位 也希望我們多回饋社會